舞厅中的自画像 从画中,我们能看到一个巨大的舞厅 里边的人三三两两地围坐在小桌旁 他们有的喝酒,有的看报,有的四下打量 不远的舞台上,一个由钢琴、小提琴和打击乐组成的小乐队正在演奏音乐 一旁的小罗马住围栏后边,几个人正坐着闲聊 画的前景中坐着一个女人 她画着浓浓的眼妆,正抽着烟 红色的帽子和珠唇闪闪发亮 女画家埃尔弗雷德·罗泽·瓦西德勒为自己创作了这幅画像 此时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过了三年 妇女在魏马共和国获得了选举权 她们现在可以独自出入酒馆 甚至还可以在公共场所吸烟 女人最后一位自出入酒馆 火车